但如果你亲自走进他们的门市 看了每家店的规模和产品的创新能力 就能感受到 这是家不简单的冰店企业 哈喽,欢迎来到 好听也飞,水晶有逆寒溜通 我是水晶主播Crystal 今天这一集要来讲 韩国人怎么啦 冬天夏天 真的傻傻分不清楚吗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这是蔡依林的歌 大家应该知道吧 可是韩国人怎么会冬天夏天傻傻分不清楚 要吃什么呢 冬天吃冰是一种快乐的爽度 夏至过后要喝人参鸡汤来补一补 怎么啦 怎么会冷热分不清楚呢 好,先说一下 我们每次冬天去韩国 我跟你讲真的是要了水晶的命 因为呢 Crystal不大能喝冰的 因为可能就是有一些些女性的妇女病的关系呢 所以呢 我每次不管冬天夏天去 尤其冬天去 每次呢 餐桌上都只能看到这个冰水放到冷水 不然就是餐厅可能99%以上都没有热水可以喝 或者是有一些有良心的餐厅 他会帮你去煮一杯热水 不然呢 我就是只能回饭店煮热水 倒进自己带的保温壶去喝 不然哦 这都是冷气气啊 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韩国人冬天喝冰水也没关系 夏天喝人参鸡汤也没有关系 先来讲讲 夏天要喝人参鸡汤吧 这可是真的有原因的哦 韩国人的饮食文化 讲究药食同源 阴阳调和 相信每个食材对于身体的各个器官 都有不一样的帮助 所以啦 我之前不是有讲过吗 他们传说中五行五色金木水火土 黄绿白黑红的食料理论 一直存在在韩国的料理当中 另外顺应自然洁气的韩国饮食特色 例如在一整年最热的三浮天 初浮中浮以及末浮中 韩国人反而会来碗热腾腾的人参鸡汤 用以热制热的概念去走夏天 常吃冷食冰食 吹冷气而积在体内的寒气 即使挥汗如雨 大热天在户外 大排长龙 真的是每年的新闻 你只要看韩国的新闻 不管是SBS啊 KBS啊 真的 有名的人参鸡汤 都是大排长龙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我也问过台湾的中医师真的是这样以热制热 韩国人也习惯在三浮日吃人参鸡汤进步 实践他们寒医学以热制热的养生哲学 在哪里最好吃呢 除了号称首尔三大鸡汤的土俗春参鸡汤 相信很多韩国民一定都知道这一家 还有高丽生鸡汤 以及湖水生鸡汤 这几家呢 都是在韩国一到最热的三浮天 出浮中浮以及末浮这几天 其实天气热到爆炸 这几家店都会大排长龙 补好几天的身体来对付夏天 如果韩国民想要喝冷生鸡汤 也没有关系 水晶主播FB上面的老板开的韩国店 也有人生鸡汤哦 也有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 来喝冷生鸡汤 当然啦 冬天你要来补一补也是OK的 很多韩国的朋友就说啦 来吃生鸡汤跟战争一样 真的是不夸张 光门口停车就大排长龙要卡位 甚至你知道怎么样吗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就是新闻的画面 警察要一直来巡逻哦 因为排队的人呢 要等至少一个半小时 真的不夸张 但是水晶我本人还是爱冬天喝啦 因为你也知道嘛 这几天霸王级的寒流要来了 喝个人生鸡汤其实也不错 另外韩国人的确比起常温水 以及热水来说 更喜欢喝冰水 而原因除了撇开夏天 各国人都爱喝冰的之外呢 冬天也爱喝冰水 吃冰的原因在于 韩国的冬天室内都非常非常的温暖 暖气啊给它开到最强最强 所以这个时候 韩国人很妙吧 他们自然就喜欢喝冰饮 甚至觉得呢 在这室温之下吃刹冰 也是没有关系也没有问题的 有一次我也是冬天大约四五度的温度 在韩国采访 这个韩国大老板一时兴起 我们呢才刚吃完了韩食 结果呢他就说要带我们去吃江南很有名的 红豆雪花冰 晚上十点半大概只有四五度哦 我那时候想说他们在那边说 刹冰真的超好吃 那家真的很有名 他们韩国人内心一定在想 吵吵吵吵吵吵吵 红豆大红豆 他们真的是带我去吃红豆雪花冰 可是我真的是不是刹刹刹 我是内心刹刹刹真的很刹 因为你知道老板请客我真的不好意思拒绝 因为他是个大财阀 但我是一口一口吃 真的很冷 外面冷风吹啊吹 但他们真的是吃完一克红豆刹冰 再叫一克 因为那一家真的是非常有名 好吃是好吃啊 我真的是很冷你知道吗 然后我真的也是超佩服他们的 吃冰过冬啊 韩国人流行刹冰就是要冬天吃才爽 穿大衣配暖气吃更爽 原本呢 韩国的冬天常冷到台湾人都大喊吃不消 但韩国人却流行在冬天里吃冰 他们说刹冰就是要在冬天吃才开心快乐 对就是飘着大雪零下气温里吃冰也没有关系 即使是零下15度的天气 他们也坚持来跟双麒麟或是点碗刹冰 所以就算马路上寄着大雪 冬天的冰品专卖店 人潮真的真的不会输给夏天哦 韩国人有天气再冷也要吃冰的习惯哦 冬天的销售量或许没有夏天好 但整体的业绩也有夏天的七到八成左右 天哪怎么会这么多啊 韩国人除了冬天吃冰更喜欢到灯光美 七分家的连锁冰店和咖啡厅 点杯热茶或咖啡配暖气吃刹冰 是不是很有趣呢 究竟韩国人有多爱吃冰呢 我们从韩国连锁冰店的规模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我要讲一下 韩国最大的连锁刹冰店叫做雪冰 已经开了500家的分店 这间公司呢成立于2010年 当时是一家以年糕为主题的时尚咖啡屋 店里的年糕雪冰和年糕吐司是主要的招牌 在2013年公司正式注册雪冰的商标 接连着在首尔的江南金浦机场 以及釜山开直营店 并在2014年展店真的是大爆发 不但在百货公司社会 还与韩聚的皮诺丘合作打开知名度 一口气就开了将近490家的店 韩家蒙成为韩国冰店的霸主 并在2015年进军大陆与泰国正式跨足海外市场 没有去过雪冰的你可能会认为 不过世家开了500间小冰店的公司 有什么了不起呢 但如果你亲自走进他们的门市 看了每家店的规模和产品的创新能力 就能感受到 这是家不简单的冰店企业 雪冰在韩国的门市可不像台湾那种 十多瓶的小冰店哦 在首尔的大都会区 雪冰的门市动不动就是上百坪的规模 时尚装潢宽敞座位 而且面对热闹街头的大片落地窗 配上全都穿着制服的员工 提供标准化的服务 样样都符合年轻人的口味 另外每家雪冰都有大厨房 还有吓死人的大冰箱 所有的冰品和水果都是现点现做 有人推测这种设备和成本 在首尔开一家雪冰 成本恐怕要超过300万新台币 一年内就开了将近500间店 投资成本和风险势必非常非常的惊人 有别于过去年高商品打响名号 现在的雪冰为了符合年轻族群 以及观光客的需求 逐渐的将商品转朝创意水果冰来发展 夏季主打哈密瓜冰水蜜桃冰 而冬季则是拿草莓和香蕉冰来当招牌 雪冰的商品也非常的有噱头 像是以哈密瓜冰为例 业者将哈密瓜去皮去紫 将半颗的哈密瓜盖上创冰上面 而草莓冰则是不吝啬的摆上 超过15颗的草莓 连创冰里面都全是草莓块 香蕉冰呢除了有香蕉切块之外呢 创冰里甚至还尝着整块的蛋糕 听到这里我又要mashisoyo啦 真的是好甜好好吃哦 此外雪冰的大量展店也成了韩国闹区里的地标 年轻人相约在店里碰面 男女朋友则是在这里约会 两人共同一根汤匙挖着创冰吃 多么的甜蜜啊 从雪冰的创新来看 业者肯定在商品研发上花了不少功夫 他们利用当季韩国产的或者是进口的水果 成功吸引了消费者的目光 其实在韩国也不是只有雪冰在卖冰品 美国品牌的三一冰淇淋也是在韩国到处都是 像是台湾的贡茶珍珠奶茶也一样在冬天里遍地开花 有一次啊我也是在冬天里去宏大附近观光 顺便去看看红遍韩国的台湾过去的贡茶 真的是oh my god全在冬天里全点冰的珍珠奶茶居多哦 而且韩国有数百家的门市 另外各家的连锁咖啡厅也有卖创冰和冰淇淋相关的产品 可见韩国人冬天吃冰已经变成他们的特殊习惯了 让这里的冰店称得上是韩国冬季的另一项特产哦 下次啊等到韩国的疫情稳定过后呢 冬天到首尔可别忘了享受一下寒天吃冰的乐趣哦 在每一集的最后我们都会教大家一句简单的韩语 今天呢轻松学韩语时间要教大家的就是我刚刚在中间提到的 台湾的珍珠奶茶 在韩国他们怎么讲珍珠奶茶呢 韩文呢就叫boboti 很可爱吧这个名字 这集的水晶偶逆还流通内容还喜欢吗 还有还有很重要的哦 水晶偶逆的粉丝们最近水晶主播出书了 这本书就叫做从主播到直播 水晶主播独家分享直播的秘诀 帮水晶偶逆多多支持哦 里面也有讲到直播的未来与podcast的结合 记得下次敬请锁定好好听FM水晶的节目哦 因为上一集水晶又得到粉丝的支持又第一名了 感谢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